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下午 Linwood 1805號周濟公路上發生槍擊事件 一名男子與警察打鬥之後 被警察開槍射擊 加州司法部正在調查該事件 視頻顯示 兩人在車道中間打鬥 隨後警察拿出手槍 向男子連續開槍 加州公路巡警表示 事件起因在星期日下午3時15分左右 接到報告稱有人在公路上行走 場景發現一名男子戴著耳機 一邊打電話一邊穿過西行的車道 警察與男子交談之後 兩人開始發生爭執 最後警方開槍射擊 男子隨後在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當局調查期間 105號周濟公路的西行車道關閉了幾小時 天下衛士記者編輯報導